歲月是女人最大的天敵 三十歲之後 每個女人都期望停著時光 可惜事與願為 世文、暗雅、鬆弛問題 更是每個女人最不想見到的惡夢 在我認識的朋友當中 她就是青春不老的代表 幾乎還停留在二十多歲的狀態 你好,媽 你好,阿天 打擾了嗎? 不要,隨便坐 媽媽,你家裡有很多盆栽 是呀,你知道我挺喜歡大自然的 我最近做了一個抗衰老的專題 我猜你應該有很多秘訣 跟私人分享 也有,一邊吃一邊說 好 嘗嘗曲奇,用橄欖油焗 平時你這麼健康 我以為你滴油不沾 我怎麼會?一點油都不吃 那樣子豈不是很乾 最重要是會選擇好的又健康的油 特別是塗臉的精華油 我覺得質素真的很重要 但怕不怕?又出暗瘡 又油膩膩 最怕的是什麼? 溶妝嘛 其實很多女生都像你這樣想的 一聽到的油脂就很害怕 又怕吃落口肥 又怕塗臉黏 這個觀念是錯的 其實油份是皮膚必要的元素 最重要是會選擇一瓶優質的肥皂油 質素夠薄不黏,容易被皮膚吸收 這樣就可以平衡皮膚的油脂分泌 鎖住水分 反而這樣才不容易出暗瘡和容妝 這樣就自然用光換法了 原來肥皂油有這麼多好處 但我是敏感肌膚 適合我用的 你放心吧 我用這瓶The Body Shop的Oils of Life 極致敷活精華油 任何皮膚質地都適合用 它還可以作為皮膚的保護膜 保護皮膚不受外來的刺激 發揮舒緩和鎮靜的效果 我用了它差不多整個月了 除了覺得細紋減淡之外 皮膚又有彈性了 連我老公也說我皮膚畫過以前很多 所以說青春不老也不是那麼難 有蚊蚊這麼好的推介 我就馬上去了The Body Shop買一系列的 Oils of Life產品 有了它 我們以後就有辦法對抗時光 不用再怕歲月在我們的面上留下痕跡